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说 政府各部门通过相互协调的合作方式 来规划和落实有关本地海洋生态环境的永续发展计划 当局在整个策划过程中 也会同自然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沟通 将他们的建议纳入考量之中 两位议员在国会提出修会动议 呼吁政府加强保护本地的海洋生态环境 包括提高国人的意识 以及加强保育和修复的工作 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回应时说 政府意识到本地海洋生态系统 是我国自然资本重要的一部分 李志生也说 政府在规划土地发展的同时 也将会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 优化土地使用 作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